未来如果是姚文赤或是吕秀人出来 要怎么去对付丁守中或是柯文哲 我的看法跟这一个世间兄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可能从这个淡水河这边来看 先打柯文哲吗 先打柯文哲 我觉得认为是应该七分打 免得被气饱了 七分打磕 三分打丁 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柯文哲他现在是市长 市长当然有很多的市政的一些弊端 需要去打的 而且他那时候讲说 在郝龙斌 马英九任内有所谓的一些怪案 弊案等等之类的 可是这几年过去了 其实没有处理掉任何一案 我觉得这些必须民进党的市议员 或是说民进党所提名的市长候选 必须要去打这些东西 所以打这些东西就是打柯文哲 我觉得是打市政的一些弊端 因为这些东西是柯文哲 他那时候选举的时候 他承诺说他必须要去解决的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把柯文哲 这个立场先把它说清楚 那三分打丁是因为 他虽然他是国民党提名的 可是他毕竟他也没有当过市长 也没什么特别好打的 而且打柯之后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绿色的一些 基本盘先把它稳固起来 然后也把这一个柯文哲 把他推到的这个国民党的另外一边去 那所以未来你说会弃宝 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 一定是弃这个谣 或是说弃这一个民进党这边的 因为如果把民进党这边基本盘 把稳固起来之后 那未来就是应该是看说 柯文哲跟丁守中之间 这个所谓的他们怎么去抢 泛兰之间的选票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必须要做的 那你在外衣效应的部分怎么看 就是在新北市 我觉得目前现在 至少已经确定会提名了 就稳定了这个新北市一些基层 一些浮重浮灶的心 就是觉得说如果那时候不提名的话 这个新北市议员市长会投不下去 而且现在确定是苏政昌 那苏政昌那时候为什么提名他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 他未来要当全新北市 不是不是求新北市 全台湾的这个县市长选举的领头一样 所以未来这个也是可以由 这个苏政昌来拉着 不管是吕秀莲或是说姚文志 这一起北北互相合作 那年轻票会跑掉啊 因为柯文哲这一块很吃 我觉得年轻票 我觉得民进党有点有点迷思 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年轻票 一定都是来支持柯文哲的 有点自我放弃年轻选票 那我觉得民进党还是 现在是执政党啊 可以提出很多对于年轻人 这个利多一些政策出来 应该是往这方面来做 而不是说好像说为了去拿到 这个年轻的选票 然后去礼浪柯文哲 然后等于是自我把这个 年轻选票把它放弃掉了 而且年轻选票其实是很多元化的 不是说因为你支持柯P 你是柯粉 你就立即是年轻人 我觉得民进党这个迷思 要赶快把它去死掉 那个迷思的部分啊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柯P 这年轻人最喜欢他 还有就是时代力量的部分 因为时代力量也是很多年轻人 特别喜欢的 所以大家就说 这个部分时代力量跟柯文哲的 年轻选票重叠的话 那最后到底要不要合作 要不要找柯文哲去站台啊 但是柯文哲讲两岸一家亲 跟你们想法又不一样啊 对我想基本的价值是很大的差别 所以说我们党内像黄国昌林昌佐 跟我都直接批评过两岸一家亲 那我想柯文哲也很清楚 目前两岸关系闹成这个样子 我们又被断交 那这个情况下还谈两岸一家亲吗 所以我会认为说 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台北市这边是蛮清楚的 常昨言讲过就是走自己的路 他自己就是那只母鸡 那我们有五位议员嘛 我想这个方向是非常清楚 那当然从柯文哲的角度 他当然会尽量拉拢一些非民营党 比如说民国党啦 或是这个亲民党 不过这也很清楚 就是凸显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很清楚的理念 所以对他而言 只要能愿意跟他站在一起 都可以去做 所以你觉得亲民党 最后会是挺柯文哲 他不会挺丁守中吗 亲民党当然是挺柯文哲 宋楚瑜他现在关系 应该是跟柯文哲比较好吧 比较好 虽然他的政治理念 或两岸关系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我会觉得说 最后还是在这些政治的价值 跟立场上面来划分 那柯市长当然有他选举的方法 可是我要提醒 柯市长他个人的魅力 跟他是不能转嫁到 他想要辅选的议员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上次立委选举的时候 台北市也蛮多 所谓白色力量的候选人 其实情况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 很多议员会靠过去 候选会靠过去 比如说民国党 可是民国党有些在台北市 他是有自己的实力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是不是议员选举 真的需要在市长这边 而且我觉得台北市长局面 现在有点复杂 因为民进党如果最后是姚委员 或是这个吕副总统的话 我觉得会给台湾其他选民一个看法 说民进党是不是有推出最强的 因为你们还是有其他选项 那从我的角度而言 这就跟新北市不一样 新北市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安 不是安静 就是大家都同意 就是强棒来了 对就是强棒 这是民党有诚意 推出了苏仁昌 那不过你要怎么 对不对 这已经是最好的 那台北市就被做文章 对啊 所以我就是说 可是未来选举 我猜啦 所有的版面 就算是地方选举 有很多县市在选 一半的版面 绝对都在台北市 对对 另外四分之一可能新北市 其他所有地方 在分其他四分之一 我要提醒 应该是 最后整个新闻都在台北市 都在台北市的部分 好那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任俊哥 你觉得 是不是最后送取一叉 他就是澳元那个 清明党就是澳元柯P 我觉得应该先从 现在的政治的状况来看 确实在现在台北市议会里面 清明党籍的这个议员 包括黄珊珊跟林国成 某种程度 他们在这个市政的问证上面 是比较对柯文哲友善的 我觉得这个 从你政治的议会上面观察 这个也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黄珊珊自己也接受访问 也有表达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日前这个有媒体就报道讲说 他们要组成一个这个台北监督的这样一个问证联盟 但是因为他能问证联盟里面六个成员 基本上有些人根本 现在就不是现任的议员 就是说他们希望透过筹组这样的一个联盟 如果这一次选战能够打得好的话 那大家能够上 那个议员席事能够选上 他们就用这个模式来监督 这个台北的这个市政 那我想大家会比较关注 就是说宋楚瑜跟这个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那我其实也问过这个亲民党内部的这些人 就是说宋楚瑜到目前为止 其实并没有公开去表态讲说 他要支持柯文哲或不支持柯文哲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媒体的报道 其实讲到说 那他们这个监督这个问证的这个小组的成立 那如果有记者会有相关的活动 柯文哲如果愿意出席 他们也OK也欢迎 并不会像说民进党有些人讲说 不行不行 我不能跟柯文哲站在一起这样 其实倒没有到这种尖闭亲眼的一个状态 那只是说宋楚瑜会不会到这个时间点去说 然后他就出席表态说 我就是支持柯文哲 我也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宋楚瑜跟这个柯文哲的关系很好 那问题是柯文哲很多市政施政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也有听宋楚瑜的意见 我想大家心里也都有度 柯文哲有时候是走他自己的一条路 我小小抱一个事情好了 比如说柯文哲那一天在这个 两岸一家亲的这件事情上面 他就讲说他这个他也感觉要真不好意思 那其实清兵党内部也说 那你现在不好意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们也讨论 因为这个确实没有错 宋楚瑜曾经讲过两岸一家亲 甚至有人认为说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的路线 是来自于宋楚瑜给他的 但问题是当柯文哲在做 这个调整跟修正的时候 也没人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柯文哲他某种程度 他走一条他自己的路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就是确实清兵党他现在展现的态度 就我所理解的他们没有跟柯文哲说一定要弄到说 跟民进党之间说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监督市政的这件事情 不要讲说亲民党的态度怎样 我相信民进党国民党 虽然现在有些人觉得跟柯文哲之间 要离要和要怎么样 都还在犹豫不定 但是我想监督的这件事情 是没有人会怀疑的 管他是不是合作 你就是应该要好好的监督 是你议员应该要做的事 好那另外我们就来看看丁守中 因为丁守中很多人觉得说 他的曝光度绝对是不如科匹的 丁守中现在想了一招 他说他要去找蒋万安 要找他干嘛 要当他的竞选总干事 蒋万安的人气很高 所以有人就说这样的话 媒体曝光度就会变高了 这真的是没错的 但是蒋万安他人气太高 会不会到时候变成丁守中被边缘化了 大家都跑去跟蒋万安照相 然后大家也都没有在理丁守中 这部分怎么看 我想找蒋万安是一个蛮聪明的选择 高招 对高招 我觉得丁守中 他也知道他自己所部署在于这个年轻时代 但是到后来 大家还以为是丁守中 是蒋万安要出来选 但没关系之后就票投丁守中了 但是这有没有转移的 反正还没有去中选会 不会吧 对搞不好到时候这个 到时候被换掉 搞不好蒋万安的人气还比丁守中高 那很尴尬 搞不好共民党说我们干脆 那你觉得拔丁 可是如果丁守中觉得说他的民调结果 到现在都是还蛮不错的话 他就有自信啊 不用怕啊 我认为丁守中的民调是一个很僵固的 就是他大概40%是他的这个楼地板 但是会不会也是天花板 这是国民党上最担心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2014年那次的台北市当时都是国民党最摔的时候 太阳花学院刚发生 然后这个联盛文又被指以为是这个两岸的政商权贵 然后加上柯文哲那时候代表是白色力量崛起 所以当时但是那个时候即便如此 他都还有40% 所以我认为以目前来讲 这个丁守中40%起跳应该是没有问题 应该这个上下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年轻人对他真的是不喜欢 我问了很多学生 所以如果找蒋万安来的话是加分的 会吸引大家的注意 但是大家现在就一般年轻时代觉得丁守中代表了什么 第一个他的年龄实在是有点老 而且年也大了 但他找到蒋万安来的话 或许两个人感觉上就不会 对这怎么样来搭配 但是要怎么样把蒋万安的这个吸引力投注在丁守中上面 这要怎么样做个转移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丁守中因为他上市是连立委都没想到 他现在出来选市长 但是表示说他上次的选举 已经没办法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 特别是年轻时代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要做这个我是可以肯定 但是是不是能够达到效果 对 还不晓得 我是比较诚意 那世间兄你怎么看 像现在柯P他到底要找谁当他的总干事 之前是姚立明啊 那你现在你怎么看呢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 柯文哲要用的任何人都只是当他人头 即便他那时候四年前的选举 他请姚教授帮他当总干事 其实姚教授真的帮他做很多事 姚教授帮他撑起了这社会对柯文哲的一些期许 那有大家看到柯文哲的一些假象 那其实从头到尾真的实际在操盘 尤其这三年半来 柯文哲一切市政的作为 其实就是柯文哲本人 包括那个所谓清科人士 放的那一些假话 其实根本就是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 你看我们市政府根据专业 有三十二个局处首长 交通公务教育 警政卫生这样一系列下来 三十二位专业的局处首长 其实都只是柯文哲的人头 其实是柯文哲出了事 交通没搞好 把交通局长换掉 其实台北市从头到尾就只有两个人 有权利一个市长柯文哲 一个地下市长蔡壁如 我过去就讲柯文哲是霸处百官 独尊壁如 所以其实柯文哲蔡壁如一体两面 这一次的选举 我想柯文哲大概也是这样